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经过一年的沉淀到现在会更得心应手一些 也知道怎么样去准备 包括怎么样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况 我觉得可能经验上会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G2的Zivin 因为当时那天我采访完我也哭了 当时我其实没有想到会去采访G2 因为他们打非内巴切那一场的时候是翻盘 本来准备了很多问题 但是他下台的时候一直在哭 所以我最后就只问了他一个问题 他说完之后一直在回看当时的武汉的场馆 观众和他们的对战戏 然后我就有一点难过 所以我就哭了 哭得很凶 结果他不哭了 开始安慰我 所以我觉得会 就是印象会非常的深刻 知道是我的粉丝传给我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他的对服跟那个确实挺像的 后来我还缠到了我的推特上 然后有很多很多人都转推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不累啊 因为你一直都在做你很喜欢的事情 而且世界赛本来一年也就只有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觉得应该是所有人都很向往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累 我觉得很自豪非常的自豪 无比的自豪 因为就是会觉得大家都素质很高 而且所有的其他的人提到我们的观众的时候 都是竖起大拇指都说很很棒 而且也是非常的热情 我觉得武汉的粉丝非常的热情 那这一次来广州 广州的粉丝也同样非常的热情 就算没有我们自己要票的队伍 好像上座力都满了 然后大家也都是一直在给各个队伍加油 我觉得真的很给力 不知道好像北京鸟超应该不会是我主持吧 我不知道 我觉得如果是我主持的话 我应该会很自豪也很激动吧 因为从来没有去到过鸟超还是做主持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真的很希望看到我们自己要票的队伍能够打到鸟超 我不管他们跟谁作为对手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看到任何一支我们的队伍 希望大家喜欢我 没有了 没有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